非常开心的是我们看到了最成功的一对 就是郭豪和小诗 他们找到了世界上另一个我 其实这是一个最美的情话 所以我觉得这八个人各有各的故事 但是他们有一个特别好的共性 第一是见识到了自己再出来寻找爱情的时候 究竟会遇到什么 见到真实的自己 哪怕是之前带有伤痛的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找到了目标 这两点对任何人来讲都很重要 先看到真实的自己 再找到一个有价值的未来 那这人生活起来会非常有劲 而且我们节目本身的核心就是 相信爱再出发 真正的自主选择权 就是我可以要我也可以不要 对 他们都是过来人 他们都有过 然后现在再重新来选 这才是真正的自主权利 我也很恭喜他们八位 在这一段旅程当中收获了这么多 也谢谢你们 让我最感动的一点 就是坦诚相对 我从个人的角度 其实特别感谢这八位男女嘉宾 因为说实话把自己过往的事情 尤其是受伤的事情 还有现在一些现状 尤其是不堪的现状拿出来 放到公众的眼皮子底下去讲述 剖析自己 这是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 更何况他们还要敞开心扉 去接纳一个新的人 新的恋情 对于这些事业有成 已经有过经历的人来讲 这份勇气更加难得 也会鼓励到很多人 拿出勇气去寻找新的爱情 和自己真实的人生 意义非凡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